接下来为您播出道德观察 是凶手还是英雄 道德观察即将播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随着审判长的一锤定音 一起引发公众高度关注 历经多次开庭 本不复杂的刑事案件 终于有了结果 这一刻距离案发 已经过去了两年零三个月 2011年9月19号 广州市民蔡永杰开车到加油站加油 发现一个身穿加油站制服的人 正追赶一个拿着包的男子 蔡永杰以为发生了抢劫 便开车追赶 不料将人撞倒死亡 但事后发现死者并非劫匪 而是加油站的经理 画面中的这个男人 就是蔡永杰 2013年的12月19日判决过后 已经在看守所里度过两年光阴的蔡永杰 终于回到了家里 虽然离开了看守所 但是蔡永杰的人生日历 似乎永远被定格在了事发的那一天 今年1月22号 我们来到了蔡永杰的家中 此时距离她从看守所回家 已经一个月零两天了 很新鲜 很自由 见到我母亲 能够见到她 你看她头发白 全白 我哥也受 很内疚 而在这两年的看守所生活中 对她来说始终是种煎熬 而每天她都会想起那名死者 挥之不去 想要最多的就是 对撞 那个死者 出现这个问题 都是 这个事 不是自己预料 能够 怎么说来 我都 我都 不知道怎么说 出狱之后 蔡永杰的身体状况变得很差 一直在调养治疗 一下子那不小心了 碰到她 搞得现在 满身 都是病 身体不好 几年前 蔡永杰就已离婚 回来后 她一直住在大哥家 而当初的事发地 加油站 就在大哥家不远处 但蔡永杰说 自己再也没有去过 没有 不想去 也不想回 回想这样的事 有时候 晚上 经常 坐 蔡永杰是广州市人 事发时 她48岁 是一个12岁孩子的父亲 根据蔡永杰讲述 当天早上 她开车带着77岁的老母亲 去喝早茶 途经一个名叫 华德的加油站 准备给车加油 可车刚开进加油站 她就目睹了这样的一幕 有一个很 差不多有1米7多 这样 很高大 在前面拿着又挂包跑 后面呢 有一个很矮小 瘦瘦 继续 据蔡永杰回忆 当时这两人一胖一瘦 前后相隔大约有10来米的距离 胖子跑在前面 瘦子在后面追 速度很快 蔡永杰注意到 这两个人有着很明显的特征 前面的人是穿便装的 而且来讲是穿油站的员工服装 蔡永杰记得很清楚 当时大约是早上8点左右 前来加油的车并不多 突然之间在空荡荡的加油站里 看到身穿工作服的瘦子 急匆匆地追赶一个拿胯包穿便服的胖子 蔡永杰本能的反应是 有人抢劫了 看见他手上拿着一个胯包跑 后面是穿油站的制服的 又在后面追的 形成的一条误导了 也是我以为是强劫 案发地华德加油站位于广州市白云区105国道 与嘉河至同河公路交叉处 两人追赶的情景被加油站里的监控记录了下来 这段视频记录的正是眼前的这家加油站 事隔两年了 我们来到了事发地 但时过境迁 一些知情人离开了加油站 没有人愿意和我们讲述当时的情况 从加油站无法获知细节 我们转而找到一位当时的目击者 廖师傅 廖师傅是广西人 常年在广州跑运输 事发时他也在加油站里加油 正好目睹了当时的情景 从那个大门那个加油站那个 那个收钱那个里面 拿大点点人搞出来嘛 拿着一个公文包 后面是就大门那些加油站的人嘛 一起跟到轰轰的 那个经理 那个人 不赚欺负 那个人是在中间一点嘛 廖师傅说 当时不光有这一胖一兽两个人在追赶 而且还有急促的呼喊声 但是是谁喊的 他没有注意到 干不清楚 反正这个声音挺大的 可能轰动一样的 这呼喊声 开车来加油的蔡永杰也听到了 蔡永杰说 正是这些呼喊 让他更加确定 有人遭遇抢劫了 而这时两人一前以后 正好朝他的车头跑了过来 跑在前面的 正是那个手拿胯包的胖子 确信这就是窃贼的蔡永杰 没有停车 慢慢的开车迎了上去 蔡永杰说 他慢慢的开着车子 正好拦住了胖子的去路 胖子已经随后一手 顶住了蔡永杰的车头 警方后来的现场勘察 也证实了蔡永杰的说法 胖子一边手顶着车头 一边倒退了几步 然后转身快速逃跑 蔡永杰说 正是胖子的这一掉头逃跑 让他更加坚信 这个人就是真正的劫匪 于是蔡永杰赶紧一踩油门 快速追了上去 当时车上还有蔡永杰的老母亲 随后仅仅几十秒的功夫 车子就撞了上去 巨大的撞击声 把旁边的廖师傅吓了一跳 突然加了一条油很大的 反正轰一下 轰一下都在我的车尾 后面的砰 那么最近二三十米 阻挡了一边了 大家赶紧跑了过来 发现男子已经被蔡永杰的车撞倒 缅在了车底下 不好看 大家赶紧把这个男子从车底下救了出来 但是在送往医院之后 还是因为伤势过重 抢救无效 死亡了 事情到这里并没有结束 让蔡永杰没有想到的是 他自以为建议永为的一举 竟然是一场误会 其实他遭遇的并不是抢劫 被他撞死的男子更不是抢劫犯 而是加油站的经理 他就是被蔡永杰撞倒后身亡的男子 名叫管红强 安徽潮湖世人 事发时32岁 是华德加油站的经理 加油站的员工告诉警方 追赶管红强的人也是加油站的工作人员 名叫唐广平 20岁 广东从化世人 两年前应聘到华德加油站工作 虽然唐广平工作卖力 但是谁也不知道他患有精神分裂症 更不知道事发当天 他突然发病了 精神上有点兴奋 就是他那个经理 有这样的那个经理 据警方事后调查 死者管红强的办公室 在加油站便利店的二楼 当时管红强正上楼 在楼梯里遇到了发病的唐广平 管红强也不知道唐广平有病 面对疯狂追打的唐广平 只得选择向外跑 由于事发时是早上八点左右 管红强刚到单位 还没来得及换上工作服 蔡永杰说 正是由于管红强奔跑时 身穿便服 手里又拿着包 这才给了他错觉 误以为管红强是抢包的劫匪 于是开车拦截 酿成悲剧 这个东西很难判决得到的 这个反卫师思考一下 真的很难判断 我不知道如果是他自己 后面有神经病的追他 我肯定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对不对 由于蔡永杰的误判 导致管红强被撞身亡 原本以为做了好事 却亦不留神出了人命 后悔没办法 没有后悔要是吧 当时如果我自己 能够清晰一点 能够打到一个问号 就没有出现这个问题 但是这个只是短短的 很短时间的 那个给你想的那个东西 很特样的 比较只有几秒钟的时间 给你去考虑这个问题 我太忙碌 第二天 第二天 广州的各大媒体 对事件进行了大篇幅报道 报道中最集中的问题就是 蔡永杰的行为 究竟是不是建议勇为 误判撞人 影响不影响事情的定性 而这些报道中 建议勇为这个词语 让死者管鸿强的家人 无法接受 建议勇为就要让别人的生命 来付出代价 那我不知道这建议勇 是什么建议勇为 2011年9月20号 管鸿强走后的第二天 妻子谢莉莉 要求警方对丈夫的死因 进行调查 管家人认为 蔡永杰开车撞死人 不仅不是建议勇为 反而很可能涉嫌 故意杀人 所有的我在大街上看到 有人在吵架 然后或者是有人在追 我是不是直接就可以开车 把撞死 如果说他的案子判得很轻的话 假设我跟这个人有仇 那么很多坏人 可能会利用这种行为 第二天 法医对死者进行了尸检 九天后的2011年9月28号 广州警方公布了尸检结果 证实管鸿强 细因外力作用 导致胸腹部多脏器损伤死亡 随后 蔡永杰因涉嫌过失致人死亡 被广州警方刑事拘留 管家人认为 这是蔡永杰应有的惩罚 你撞到那一刻 你又拖了那么远 那肯定就是过失的了 就是过亿的了 肯定就是过亿的 管鸿强的妻子说 他们有一个七岁的孩子 还在上小学 丈夫是个很勤奋的人 15年前从安徽农村来到广州 靠着自己的努力 好不容易成为了加油站的经理 管家人没想到 会有一个路人 以如此的方式 结束了管鸿强的生命 他没有完全采取这种紧急 制动 这个刹车 没有刹车的话 导致被突行 管鸿强的突遭意外 给这个打工之家 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管鸿强的妻子 不得不带着儿子离开广州 返回安徽乡下 蔡永杰本来以为做了好事 却想不到 由于他的鲁莽行为 造成了一个无辜生命的死去 也给两个家庭 带来了极大的创伤 事情发生之后 管家人认为 蔡永杰的行为涉嫌过失 致人死亡 社会上对此也是议论纷纷 有些人认为 蔡永杰的初衷是好的 不应该追究其刑事责任 也有人认为 无论怎么样 蔡永杰应该为自己过失 撞死人承担责任 当时网上还做了一个统计 其中有37.3%的人认为 蔡永杰之举 虽属见义勇为 但也是过失杀人 有30.6%的人认为 不算是见义勇为 有24.7%的人认为 属于假想防卫 不应该承担法律责任 还有7.5%的人认为 不好说 那蔡永杰之举到底是什么性质的 应不应该承担刑事责任 法院又该如何判决呢 明天的节目啊 我们一起观察 我是喜俊 明天见 光天化日加油站里突发抢劫 市民开车拦截 不料撞死劫匪 是见义勇为 还是故意为之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是凶手还是英雄 各自宣伤的 未经许可,通知未来的